当正焦点来关心到立法院朝野在占历经两次委员会大乱斗的选霸法 国民党团力偏要把连数方式加盐的选霸法草案在院会中进覆二读 希望八月底加开临时会完成三读 来白喊话草案内容是要求连数人减负身份证赢本 和绿营立委吴炳锐提出的一致不应该再恶意杯葛 但是遭到明镜董反抢细看条文就知道内容大不相同 立法院院会才刚开始蓝绿党团三长就各自拿着提案不断交投接耳 中日首先是大力拍了傅昆琦的肩膀 可建民更示意他到后面讲 现在我们先休息十分钟请各党团干部到议会议长休息室 就会起倒数第二次院会蓝绿从甲冬时间放烟雾弹就开始叠对叠 一场内更是抢着地案 院长韩国瑜只好先召集党团协商协调顺序 但周五国民党团一大重点法案就是要把连数方式加研的选霸法草案 幸福而读 其实就是民进党吴秉睿委员的版本 民进党也应该要支持自己委员所提出的版本 历经两次委员会大乱斗都被民进党强力杯葛 国民党最后重提选霸法版本 不会提高罢免门槛 是要要求连数人减负身份证赢本 加研连数方式 蓝白主张相似 更喊话民进党这跟律委吴秉睿提出的版本相同 不要再恶意杯葛 选霸法草野从委员会攻防到议场还是没共事 冲突场面未婉待续 街道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